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港媒报到外网票选的全球最帅男星top1肖战,论会夸孩的是港媒。 近日,港媒报到外网票选的全球最帅男星top1竟然是肖战,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肖战以其出色的外表和演艺实力在国内外赢得了大量粉丝, 被誉为内地新生代流量担当之一。 而这一次的全球票选冠军更是为他的人气和颜值再次加分。 肖战凭借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一举成名, 不仅在国内迅速崛起,还赢得了海外观众的青睐。 他的柔和五官和迷人笑容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男神标准, 而他在米兰时装周上的出色表现更是让他成为了时尚界的焦点。 在这场国际盛会上, 肖战作为亚洲巨星受到了顶级待遇, 被赋予了世界趋势第一的位置,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认可, 也是对中国影视产业的肯定。 港媒对肖战的报道充满了炸裂的标题和八卦的味道, 令人忍俊不禁。 他们对肖战的外貌和魅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称他为内鱼的炎颠、世界首帅等, 这也反映了肖战在海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对于这样的评价,肖战并没有过多的回应, 他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作品创作, 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肖战的成功不仅在于他出色的外貌和演技, 更在于他的努力和执着。 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的态度, 用作品和行动为自己代言, 为中国影视产业赢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可。 相信随着他未来更多作品的问世, 肖战的盛世美颜还会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时代, 肖战的成功故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 更是一面旗帜, 代表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崛起和发展。 期待着肖战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也期待着更多中国影视人才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近日,港媒披露外网票选结果, 全球最帅男星Top1竟是肖战, 这一新闻登上热榜, 引发广泛热议。 肖战以其出众外表和卓越表演技艺赢得了国内外大批粉丝, 被誉为内地新生代流量担当之一。 此次荣英全球最帅男星, 再次彰显了他的人气和颜值。 肖战凭借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一举成名, 不仅在国内人气飙升, 更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高度认可。 他那柔和的五官和迷人的笑容, 深深吸引了粉丝的目光,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男神标杆。 而在最近举办的米兰时装周上, 肖战更是以亚洲巨星的身份受到了顶级待遇, 引起了时尚界的瞩目。 他作为活动的焦点人物, 不仅得到了世界趋势第一的位置, 还成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港媒对肖战的报道充满了炸裂的标题和八卦的味道, 称他为内娱的盐颠、世界首帅等, 这充分展现了他在海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对肖战的支持和认可, 认为他是内地娱乐界的骄傲, 是中国影视产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肖战并没有因为成为全球最帅男星而骄傲自满, 相反, 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 持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 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自己会以更加务实和谦逊的态度面对未来的发展, 用实际行动回馈粉丝和观众对他的支持和喜爱。 肖战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难, 但他始终坚持不懈, 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 鼓舞着他们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断前行。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 更是一面旗帜, 代表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崛起和发展, 为国内外观众呈现了优秀的中国文化。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肖战的成功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奋斗和坚持的重要性。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影视产业的光荣成就。 相信在未来, 肖战会继续发挥其优秀的表演实力和影响力, 为中国影视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肖战三大领域好取开门红。 官媒都称赞肖战不可思议, 红到发紫。 近日, 网上频频有媒体报道肖战, 特别是一众权威官媒都在报道肖战在三大领域好取开门红, 无论是涨粉数量还是热搜, 聚集影响力, 肖战都取得佳计, 这就是肖战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取得佳计的同时, 官媒都忍不住称赞肖战不可思议, 一直都在取得令人瞩目的好成绩, 肖战红到发紫, 太优秀。 据悉, 肖战在涨粉数量, 热搜数量和聚集影响力, 这三大领域都好取开门红, 特别是涨粉这一块, 肖战居然增长了一百多万, 要知道肖战自己的平台更新频率不高, 肖战都在有效作品输出, 更能展现出肖战强大的影响力, 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一直都在取得令人瞩目, 不可思议的成绩, 演绎事业多点开花, 非常开心看到这样的壮观场面。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肖战太红了, 可以说是红到发子, 肖战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巨星, 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顶流, 不接受反驳, 也没有办法反驳。 关键是肖战专注于拍戏, 一直都在强调拿出好作品才是自己的初心, 行胜于言, 肖战做到了。 总之恭喜实力派演员肖战, 也感谢这么多媒体对肖战的关注和支持, 事实证明肖战问心无愧, 根本没有所谓的黑点和黑历史, 肖战值得信赖。 未来还会继续陪伴支持肖战, 和肖战并肩前行, 荣辱与共。 肖战未来可期, 顺顺利利。 肖战2023年, 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华彩篇章 与影视领域的璀璨绽放。 随着2023号微博 娱乐白皮书的盛大发布, 中国娱乐圈再度见证了实力 与人气并重的艺人肖战, 在社交媒体上的非凡影响力 以及他在影视领域里的一系列卓越成就。 据白皮书数据显示, 肖战在这一年中微博粉丝数量增长了173万, 这一数字不仅印证了他在粉丝心中的稳固地位, 更体现了其持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 和对大众文化的深度渗透。 在瞬息万变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肖战以其积极正面的形象, 真实饱满的生活分享以及与粉丝间的紧密互动, 赢得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追捧和喜爱。 每一次微博动态的发布, 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小确幸还是工作进展的点滴分享, 都能引发粉丝乃至整个网络社区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他在顶流行列的地位, 也为行业内外树立了极具示范效应的艺人形象。 2023年,肖战在影视剧方面更是硕果累累, 他主演的三部剧集《梦中的那片海》《玉谷窑》以及《焦阳伴我》, 每一部都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年度剧集版图之上。 《梦中的那片海》以其深情的时代, 叙事触动人心《玉谷窑》, 则凭借独特的奇幻设定和深情演绎赢得赞誉, 《焦阳伴我》则通过现代都市情感故事展示了肖战多维度的演技实力。 这些风格迥异、题材丰富的作品, 使肖战的角色塑造跨越了时空限制、深入人心, 证明了一个优秀演员、靠扎实的作品和多面性的角色塑造来对话观众, 引领潮流。 2023年的肖战实在是给大家带来太多惊喜了。 面对未来的演绎道路,肖战的叙事待发同样备受期待。 即将播出的电视剧《藏海传》承载着无数观众的期待目光, 人们翘首以盼肖战如何在新的故事背景下诠释角色, 再次刷新荧幕形象, 即便如今的肖战还在剧组拍摄中, 可每一次路透出现都能让粉丝们期待直拉满, 《藏海大人》实在是太过优越了。 而电影《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则是肖战进军大银幕的重要一部, 这部由著名导演徐克指导, 肖战单纲主演郭靖一角的武侠巨制, 注定会在2024年的重点荡期掀起一场观影热潮。 肖战将在影片中重现一代大侠郭靖的风采, 通过他的演绎,或将重塑经典,赋予这个国民英雄形象新的生命力。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何时播出大家还不得而知, 但2024年上映那是铁板钉钉的了, 大家尽可能期待吧。 肖战在2023年凭借微博社交平台的活跃度和高质量影视作品的表现, 不仅稳固了自己作为顶流艺人的地位, 更凭借实力与魅力,不断拓宽艺术疆界, 吸引了更多观众的目光。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肖战将会继续以诚挚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 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回馈观众, 创造属于自己的璀璨艺术篇章。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